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永和的竹田便當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據說用餐時間的時候都是會排隊的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好,不好意思,因為剛剛沒有辦法推到馬路上拍 他們叫竹田 是一個蠻新的便當店 有沒有想到這個店是帥哥 好,那我要內用一個客家鹹豬肉飯 一個,謝謝 好,那南瓜 然後 後面這兩個 好,那這個主餐流程注意一下 感覺排骨好像CP值比較高 那就直接改成炸排骨了 看起來比較好吃的感覺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感覺店裡面蠻乾淨的 不錯喔 好,那排隊的人還真的蠻多的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這個便當看起來蠻精緻的 登登 那排骨看起來真的蠻大塊的 好,現在就吃吃看 好,那目前目測中 覺得這個 排骨的CP值是最高 嗯 好,排骨肉的確是蠻大塊的 但是它有一個 是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無香粉的味道 好,但是排骨本來 蠻嫩的 好,東戰 哪一隻蠻鹼豬肉 蠻鹼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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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排骨還不錯 那一百塊素 那90塊算便宜喔 現在排骨飯90塊是算便宜的 呵呵 那你呢會不會16號 那你會不會太用了 嗯 好 還有 還有 好,謝謝 蠻精緻的 不錯喔 它排骨吃起來還蠻juicy的 好,不錯 嗯,好吃 除了那個香料味之外 好,蠻不錯的喔 嗯 好,飯也好吃 這邊為什麼弄不斷 哈哈 好,那我就直接啃 好,個人覺得蠻不錯的喔 它那個皮的話是 類似那種 軟皮喔 然後稍微油膩一點 嗯 但整體來說 用商感受都還蠻棒的 好,再來是配菜 那種南瓜很好吃 然後很清爽 好,蠻不錯的喔 那種南瓜很好吃 然後很清爽 好,可以來吃吃看 我覺得是 算蠻高水準的便當 好不錯喔,配菜都蠻用心的 嗯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還不錯 好,蠻棒的啊 蠻重 好,生意的確是蠻好的 好,那喝喝看他們的麗湯 好,應該是南瓜湯 好,還不錯 整體用餐的感受都還蠻好的 好,很值得來吃 口味不錯喔 讚喔 好,它這個麗湯喝起來還蠻燙的喔 好,這個燙口的話就還蠻好喝的喔 溫度,該有的溫度都有 好,那最後是他們的名片 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57號 好,價錢都還算蠻平序的 還不錯 好,還算不錯喔 好,還算不錯喔 那各位來就是我們用三銀塊 掰掰 好,但是隔壁的這個 金米飯王 金米王飯包排隊的人更多啊 就看自己的選擇 喔,他原來排隊排到這邊來喔 那金米王真的是很受歡迎 我也排過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樂華夜市 最近非常紅的 開心城地瓜球 因為它是彩色的喔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真的蠻特別的 好,那這邊就寫了 他們這個 顏色都是用 天然的食材去做的顏色 好,那我要一份,謝謝 原味嗎? 原味的,謝謝 1分是50嗎? 對 好的 好,那現在就可以稍微看到一下這個地瓜球的製作過程了 很漂亮喔 看他這油超級乾淨的 不過看起來好像原先的形狀是正方形的 對啊,就是正方形下去一下 然後起來就變成 喔,蠻奇妙的喔 正方形會變成圓形 正方形會變成圓形 就每天都換球 欸,是 讚喔 好,讓各位朋友看一下 地瓜球是怎麼製作的 從來沒有看過 因為之前 之前營業時間都是人 所以看不到這個地瓜球怎麼變成圓的 要炸一下應該很快就好了 大概 五分鐘左右 喔,要五分鐘 對 喔,有有有 他慢慢開始變成圓的阿 好,那各位朋友看到油這麼乾淨 你就可以放心的購買阿 好,讚喔 好,那就趁現在的光度吃一個看看 好,相當做小朋友歡迎阿 因為 我光源這邊不足所以看不清楚阿 我要抵抬槍 我想要抵抬槍 好,外酥內嫩 好,好吃阿 好,就是這個地瓜球的味道 但是顏色相當的鮮豔阿 而且說是這個食材 食用食材的 食用食材做的天然的 天然食材 好,講到打結 好,讚 好,就差不多在樂華夜市中間的地方 不錯啦 好,滿分 剛剛講到打結,不好意思阿 好,用這邊的光度順便拍一下 現在看不太清楚 但是彩色的還滿讚的 好,緊接是在萬克福百貨廣場前面的清蒸玉米麗杯 好,就在這個超級好吃的達魯岸香腸的旁邊而已阿 記得順便買的時候再買一隻香腸 好,那有多種口味阿 好,自己看一下 好,那通通都超級貴 不,那個通通都物超所值阿 好,小姐妳好 嗨 那我要一個那個海鹽奶油 好,那我幫妳做 謝謝 好,根據我粉絲講說好吃到爆炸 現在馬上就驗證看看 在這邊謝謝你的粉絲 喔,對對對 他是在公館上班的 瘦瘦的一個男生 看到就罵他 下次叫他來跟我打個刀 哈哈哈哈 好 好,其實有耶 開店就快排隊了 那營業時間應該是6點到打烊阿 我們最近有在把營業時間提前 然後這影片是在煮醬時間比較晚一點 喔,這樣 對對對 然後最近的話大概都是5點半開店 5點半 對,最近啦 最近 好 阿週末的話會再提前一點點 對 我第一次拿來幫你配 另外再營業 好 然後加入這個奶油 然後剛剛有幫你們轉 玫瑰鹽 玫瑰鹽 對 好 那就叫做清蒸玉米麗杯 不是,我們的店名叫玉駕清蒸 喔,玉駕清蒸 喔,玉駕清蒸 對對對 玉駕清蒸 但是為了讓客人稍微知道我們在賣什麼 我們才把上面的招牌打得大一點 喔,是 好的 喔,很香耶 相當讓人期待阿 這種這個街頭小吃阿 嗯 黑胡椒是可以嗎 呃,一點點 一點點 好 好 一點點 好,現在夾看看阿 這樣一碗就要60塊阿 就 沒有很便宜 那要吃吃看好不好吃阿 感覺這個奶油跟 鹽是 讓他這個玉米 看起來 剛剛聞起來是蠻香的 喔 好吃捏 欸,是真的好吃的 甜香甜香的阿 嗯 好,吃起來感覺好像有點像是在那個 電影院裡面吃到的那種零食的 欸,爆米花感覺 那種地方的 零食的感覺阿 好,蟲蟲的陷阱又或者你阿 奶油跟這個海鹽阿 加起來 讓這個玉米變得非常的香 嗯 好,不錯啦 蠻值得推薦的 讚 夜市小吃就是這個 好吃但是分量少 然後又讓你會 久久沒事會懷念 好,那這個90分 嗯 分量稍微少一點 但是蠻好吃的 好,我說的都實話 如果店家 後面看到影片不要罵我 好,那店家都非常的客氣阿 這值得贊許 然後有經過可以來消費一下 然後就香腸配玉米剛剛好 好,那我們都講到香腸了 當然就順便再來一組了 好,你要吃嗎 是的 好 那今天沒有帶老婆出來阿 沒有耶 今天就是單獨出來拍攝 他還沒下班 喔 那小孩子怎麼看 等一下要回家吃便當 你帶單獨回去啦 好好好 喔,趕快開天就超級大排隊了 哇喔,厲害 香噴噴香噴噴噴噴 喔,看來粉絲情報是正確的 一開店就超級大排隊了 大家也不要忘記香腸阿姨 這個香腸已經烤了香噴噴噴噴噴了 好,那這要現場吃才會最爽 冰柚阿 這現烤香腸超香的 熱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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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我的光源不是很好,這邊稍微好一點 那香腸真的超美味的 嗯 超級好吃 樂華夜市最好吃的烤香腸 就在這個玉米杯的旁邊 兩家都有相當的美味 可以來吃吃看 感覺又開了相當多有趣的小店 再來吃吃看 這個燈光也很可愛 喵手...看不懂 貓咪手收了 記得摩托要聽 不然在這邊是很容易被開發單的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三英怪,掰掰